好的 金沙甲白筍 阿姨說出五星級的示範 剛才她在看了兩邊的做法之後 可以給我們一些更專業的建議 好不好 當然來一些家裡面 家庭很喜歡吃這樣的內容 金沙系列的菜式有很多 但並不是那麼好掌握 請阿姨教一些皮膚給大家 好不好 好 來 請 那首先 剛剛兩邊可能最重要注意的 這個頭要稍微貼一點 這很刮 金沙無外乎就是炒的時候 你讓它整個容易入味就好 還要醬喔 它有切花刀 對 還要醬 我們沒有醬 大塊的切子 大塊切比較好切 那這樣子的話它兩頭 你看這邊有刀紋 這邊有刀紋 但都不一樣 它是反差的 反差的話等一下再巴住 蛋黃蛋白的時候 它很容易入味 這樣好 這樣切 這樣切漂亮 這個要練多久 大概38年吧 天啊 混好久喔 我說你啦 我一般練兩年 兩年多就可以了 為什麼是38 這個數字很不錯 因為你花了大分誰都在講話 不然咧 那其實 早期傳統的金沙 非常依賴油去做 去做那個爆流沙的動作 那其實現在可以不必要了 那我今天就用另外一個新的方式 來呈現給大家看一下 太好了 太好了 而且待會兒你們吃 你看他這樣子先做了前置作業對不對 花了那麼長時間在切絞白筍 但是你待會兒吃的 每一個都好吃的原因 我想等一下就完全 前面做出的 好 那現在首先 我放一點香油進來 薑物先炒香 香油 先炒薑 不要說先拿去油炸 炒出薑味以後 再把滾水放進來 那現在直接揉小白筍 直接用水把它煮熟 甜度煮出來 煮出來以後 等一下剛剛好水收乾 那個時候你再撥一點點油進來 把蛋黃蛋白放進來 一炒它就開了 對 那蛋黃蛋白 可以不必撥開了 你反正你都要一起用 不是很緊碎嗎 你就一起這樣子切就好了 我們剛剛做得好複雜 對 對 它後面才把它先撥開 我們都不錯了 那我們剛剛過油是多的 所以這兩個蛋黃蛋白 鹹蛋黃鹹蛋白 是可以一起處理的 可以一起處理 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麼你利用在燜筍子的時候 你這就可以開始動作了 我們都不用再過油了 對 沒錯 而且不會吃油 不要用水 不用過油了 那就 過油完之後要慢慢煮 對很多愛吃這個菜的人來說 我們就不用做了餐廳的做法 怎麼會是餐廳的做法 很棒 我覺得這一道菜 因為本身也喜歡吃清辣蛋 比較香 感覺過油 比較香 香氣會有點不同 但是落香也好吃不怎麼樣 又麻那麼麻 對 對不對 很棒 何苦捨盡求遠 我兩頭交叉切的話 你看筍子的麵都已經開花了 很容易這樣燒入味了 對 現在讓它煮 整個角白筍的甜度出來 出來以後你等一下吃筍子 它不會裡頭殘留很多的油 油溫高它會黑掉 油溫不高的話 它裡面就吃油了 哇塞 誰教我們一定要過油 因為之前都用過油 這樣 起了 在這裡唱 完了 不會 怎麼唱 你們注意看 我剛剛放一點根香油去炒了 我把水燒乾了 油不會少了 油還是殘留在上面 結果一回來的時候 就是等於我們從頭開始 多放油去做 去做那個爆香的動作 那蒜末 這個時候放在後頭 好 準備了 各位看好 好 來 現在 如果你認為它水多的話 你還可以多 多微一下 多焖一下 沒有任何問題 這個時候它有幾分熟 這個時候 譬如說筍子嗎 差不多熟了 熟了 那我先補一點點的糖進來 一點點的糖就好 要鹽巴嗎 糖 鹽巴不用 對 現在來注意看 我現在就把整個蛋黃蛋白進來 好 所以它這樣 好 它等一下試吃 如果不夠熟 它會再加鹽 加鹽 對 等一下再放油別急 你看 這個蛋黃一碰到這裡頭 它開始乳化效果就出來了 蜜味吃起來它就刷刷了 然後整個味道入味的時候 它會入得很均衡 而且很急 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 刷刷 這時候把它油加進來的時候 它炒的香氣就上來了 對... 不是要讓它油油亮亮的 油油亮亮不可以 也是 因為妳是 也會亮 當然也會亮 香氣就亮了 對 看起來比較滑溜 對嗎 現在這樣炒的 你看 皮都開了 真的 蛋黃就融了 我現在起鍋來 這個進來 起鍋前那下 白胡椒 米家 沒有白胡椒 沒有白胡椒 這樣搞不好吃 看起來好快 好方便 金沙 腳白水 一鍋燒到底 對 我覺得這可以參考 集可以參考 好 謝謝 還有一鍋燒 你 還有一鍋燒 臭